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7点33分17秒 时时入扣 林家昌在节目现场 家昌早 早上好 早上好啊 你今年的过年 你要去哪玩啊 陪妈妈 可能会去那个什么 星光节是宝的朋友家 看烟火 你说明天晚上啊 对是这个过年 星光节是宝不就在那个 星光节是宝就是在 星际计划区到松仁路那里 听说那个角度挺好的 那个我有个好朋友 住在那里 莫莉菲 很可爱的 什么土豪 好朋友 每个礼拜三 像今天特别冷 对啊 所以我今天早上 在来的路上就在想 每天早上起来 在天气冷的时候 就特别的痛苦 但每个礼拜三 叫我起床的 不是闹钟 是 是寇寇姐吗 而是梦想 我经常五点就起来了 哇哦 因为我家小狗五点就起来 可是真的每个礼拜三 我经常有时候都五点半啊 五点四 对对对 但冬天的时候 那时候很辛苦 真的 做人从早起起 是啊 但这个每个礼拜三 都是特别兴奋 有团队 秋如成平跟赵成 这些小孩子 掌声鼓励鼓励 很爱睡觉 也叫他们这么早起床 好惨 他们可以下午睡吗 他们应该 但他们现在就去健身了 他们现在要挑战 那个身材不好的王大 他们是不是想要拍 那个年历 跟那个消防队一样 有台北知音的年历 像他们来拍 他们都很帅 偷偷跟观众说 听众们 我都把他藏起来 对对对 男的算女的美啊 女的肯定美的 臭如片漂亮 玉婷也很漂亮 没有不漂亮 那你为什么没讲 我们要从男生说起 我还没讲 你就强调 果然是女权 你知道吗 蔡时平演那个 思平大哥也跟他们 在竞争谁的身材 幸好他们年龄占优势 你这样讲 台长好 新年快乐 思平大哥去日本 跑全马 12K很厉害 他好厉害哦 我礼拜一看到他的时候 因为我是先看他下半身 下半身 因为他穿牛仔裤 这男的 蛮帅的 so fit 对 对啊 大家看到我就 so大叔 so cute 好吧 幸好我是靠脑袋的 best available 对对对 谢谢大家 good good man 不是bad man 是good man 好了 今天你到底 你是没准备材料 是吗 没有 我今天我下工下足了功课 好来进入正题 因为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那种 你混了三年多了 对啊火辣辣的东西 对啊像昨天晚上我就跟一个最嫩的嫩妹吃饭 因为我朋友的女儿才三个月大 嫩不嫩 你好烂 超嫩吧 你吓我一跳 三个月他可以跟你们出去吃饭 他就推出来了 第一次出门 哦真的啊 超开心 然后呢 然后我脸书就po说 我跟嫩妹吃饭 大家就很开心 对 然后结果是一个三个月的嫩妹 算了吧 加昌po的东西都有的时候 真的 好啦 火辣辣的东西呢 就是要跟大家说 上个星期 周末加昌加个人一起聚餐 选了一间餐厅 吃到了一道菜 叫做 猪格烤鱼 诸葛亮的诸葛 诸葛 真的啊 那肯定是四川来的嘛 对啊 我跟大家讲 诸葛亮是四川人 对 我一吃完那道菜之后 诸葛亮也是四川人 仿佛人就坐了飞机回到了四川 真的吗 真的 你在四川有嫩妹啊 不是啦 就是那个心情就是非常地道的辣 是哦 因为其实 焦麻辣 对 焦麻辣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 在台湾吃到的四川菜 其实都有一点因地质疑了 在油度辣度香度跟整个麻度上 其实都有做了稍微的调整 请问你猪格鱼它是 它的名字叫猪格鱼 还是做法是猪格烤鱼 就是名字就叫猪格烤鱼 哦是哦 传说中当然就是猪格亮吃 猪格亮爱吃的 对 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蔬菜 红通通 一锅红艳 这鱼有拿把扇子 然后头上有 然后借个东风火就忘了 哦 是吗 猪格烤鱼 猪格烤鱼 烤鱼就烤鱼了 有什么特殊的 那其实如果之前 常常在中国出差 或到中国去旅游 都知道烤鱼是中国 非常兴盛的一道菜 因为其实就有点像 在台湾的 呃 糖醋排骨 然后那个公保鸡丁 麻婆豆腐这些菜一样 会在各式各样的餐馆 都会有这道菜 对 就是你到台菜馆 热炒店什么东西 就算不是四川菜也有 没错 猪格烤鱼就是在全中国 所有的店 甚至都会有这一道菜 就是一锅大盆的 有点像水煮鱼 但是它事实上 它是非常多的蔬菜 所以它整锅看起来 就是会让你 非常有四川的感觉 那吃下去 也让我真的就像坐飞机 回到了四川一样 猪格烤鱼是烤鱼整只的吗 整只黑鱼 一种淡水鱼 那是里面有包东西吗 它重点不是 它的什么 什么其他类 而是真正的炸鱼 淡水鱼块炸过之后 黑鱼块炸过之后 用四川真正道地的调料 跟整个香气 还有台湾特有的这些美味的蔬菜 山药玉鼠鼠红萝卜 是哦 对 然后包括了这个土豆 这些东西 通通在那一锅里面都吃得到 对 那重点是一吃完这一道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这几年 随着中国的很多移 不能讲移民 那些新鸣 驾到台湾 应该就是驾到台湾的 川妹子 川妹子 真正的道地口味都吃得到 那我就回想 今年我正好做过一次的专题 是做燃面 四川燃面 那最近我又正好去吃了 在这个南门市场附近的四川面王 哦是哦 对 这叫四川面王啊 对 然后也是一道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的一个面馆 那他做的这个 这个红油超手 然后粉蒸排骨 嗯 蛋蛋面 嗯 都让我觉得哇 哇 像这也是四川来的人 都升级版了 因为其实因为以前吃的都是很温馴 台湾人就是这样不温不火 台湾人就比较有名的 还是那个军事堂旁边那一家 啊当然啊 是啊 超手 无超手 比较历史悠久的 对对对 那这一次反正我今天做的专题就是 道地的四川才 道地的川玩儿 要吃的四川才 呃 我们以前小时候隔壁邻居就是个四川了 我们校长是四川人 哈哈 这玩不乖 好 我们进广告好了 等一下我们完整的 有林嘉昌先生告诉大家 在台湾 其实早年 我小时候啊 这个呃 好的餐厅在台北都是川菜耶 对 为什么后来 后来川菜就突然中断了 你们发现 因为讲究养生之后 有一阵子大家对于这种比较重口味的好像在调整 然后那老板他们很奇怪 很多人就这样搜搜摊移民 据说是因为1979年 嗯台北断交之后呢 很多人就移民了 所以好吃 就像好吃的广东菜都在温哥华一样 对啊 以前那个在台北的好的餐厅是川菜耶 是啊 那现在当然也有啊 不过最近刚才嘉昌讲的就是正宗的四川人到台湾之后所开的一些餐厅 没介绍给大家 嘉昌的猪鸽鱼展开了我们今天的美食啊 立刻回来 我已经热了 因为想到猪鸽鱼辣辣的 嗯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46分27秒 好 川卫 川卫航馆 今天呢 嘉昌要给我们介绍 真的 你刚刚讲那一家 川卫儿 我看你在脸书上也要po吗 是啊 哦 那个一看啊 就是 真正道理 你光看那些辛香料就能 我还先提醒所有的亲爱的尊重的女性听众们 怎样 大家知道为什么川卫儿的皮肤特别好 因为辣椒吃的多啊 是啊 因为辣椒的维他命C 嗯 抗氧化是特别多 四川女生也特漂亮 特凶悍 因为四川是一个 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地鼠战利嘛 那里是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对 他们都要吃花椒 嗯 辣椒这些来排水吃 川卫儿川菜馆在在 明山东路 哦 以前那个哈拉克的后面 哦 对 那那里是一个呃白天的必争之地 因为那附近的办公室特多 那他现在周末客买 平常有卖面食 嗯哼 那有很好吃到地的那些四川南面啦 然后呃淡淡面啦 树椒炸炸酱酱面 这是台湾人开的啊 哦 师父是四川 哦 师父是四川来的 哦 那老板娘非常的体贴 哦 但是生意好到爆 一定要定位 我跑了两趟 哦 第一次没定位 第二次他要休息了 我吃了三次 有没有很像三顾茅庐 有有有 所以我就说这个诸葛烤鱼 真的是诸葛料 让我三顾茅庐 民生动物现在又移进了好多餐厅 那个什么苏 苏浙小馆吗 苏浙小馆 是不是也移到那边去 也有一间 因为其实我那天吃 因为我家人去嘛 我就跟妈妈讲 妈妈就说 以前这里有一间秀兰小馆 对对 就在 成品 他原来就在旁边上 对旁边还是个小成品 苏浙小馆总店现在还在 对当然还在永康街 就是已经不复往日风华 我这样讲是很负责任的 但是非常有趣 就是这些在历史洪流中 能够这个留下来的 这些美好经验 很多都是食物带来的 以前在秀兰小馆 我们都会看到 一文界的大师 像我昨天访问张艺杨卫生 他们也是 真的文创之宝 对那个时候对于文创的定义 还不那么深刻的时候 他们有开那个 哪天我们来这个 小山堂吗 他们有开 开一家餐厅啊 在成品 那个琉璃工坊 对不起 在松烟文创那里 叫小山堂 透明事烤 你也吃过 TMSK 透明事烤 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 家常po的那个 川威尔这家餐厅的四川菜 我觉得他就是四川长相 真的 我们那天吃了 还有牙签羊肉 那他有一个要预定的 当然诸葛考虑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是甜蛙 但是我不太吃青蛙 所以那天没吃 那麻婆豆腐 也是让我印象点特别深刻 他们的麻婆豆腐 是用老豆腐做 还是用 其实没有老豆腐 营养豆腐做 就是我认为是 也是那种特别定制的 普通豆腐 但是他重点 他的香气跟麻度 真的可以让我吃十碗饭 不夸张 就是十碗饭 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 十碗饭 真的啊 春威尔之外 麻婆豆腐 小七也有麻婆豆腐 第二间店呢 在寇寇节 东区寇节的管区 在那个延吉街的巷子里 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一间更酷了 叫做川娃尔 没有没有 讲错 叫川威尔 川妹子 川妹子 然后川妹子 川妹子 因为我本来想说 川妹子完之后 就会生出川娃尔来 结果一嘴块就讲错了 对 那川妹子是我也很喜欢的店 那他的摆盘跟那个 因为现在他们一系列 对于这个花椒辣椒 大家可能不知道 去年整个辣椒的涨幅 是不是我有农产品之冠 咖啡已经开始持稳了 其他的玉米那些农产品 甚至都还叠价 不问你啦 这个价钱怎样 这些产品 其实都还好 就是一般餐馆 是哦 对啊 那重点是他们现在都 非常的愿意呈现原汁原味的 所以这样子的吃法 感觉都很像 我们回到了中国 在大江南北吃到的 川菜馆一样 那川妹子的地点很好 在延吉街的第一条巷子里 那他的装潢 跟整个摆设 跟整个服务的流程 我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大家去体验 穿妹子 一定要去 什么在延吉街的第一条巷子 地点很好 那边是守战区 对啊 那 混战区 然后口味道地 那我最喜欢的两道菜 一个是花椒烧蛋 一个是酸豆粉丝宝 都是我特推荐的 花椒烧蛋 是 花椒怎么烧蛋 对反正吃了就知道 就是整个会让你 哇 原来这就是川菜 台湾比较少见 那都是很道地的四川口味 所以他们也是 你有去打探一下吗 川妹子的这个餐厅 长得挺漂亮的 是啊 现在 对不对 我现在每天 这个来上节目 口口姐就立刻谷歌 谷歌 不是百度 是谷歌 然后就立刻看 然后最后一间的 川菜馆呢 是我喜欢 那而且他也一直在成长的 就是李雪妹妹的 辣椒川味食府 对 他到内湖开了一间大店了 一家还蛮大的 就在瑞光路上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因为他现在还出了几个周边产品 就是自己弄的辣椒酱 干辣椒 然后花椒 主要是这老板娘长得很漂亮 真的就 他就叫李雪 就像雪一样 李雪 他原来在贝拉维塔楼下 现在还有吗 贝拉维塔搜起来了 但是好像在什么 ATT4Found那里 还是有一间店 然后内湖又有一间店 对 这几间店 两岸交流的结果 是 还不错 没有因为穿 穿菜其实特别适合冬天吃了 那那个辣乎乎的感觉 本来像今天我来穿个辣 穿个外套 然后到刚刚跟 可可姐这样聊了之后 都可以脱外套 还有麻辣鸭血 是啊 他们的招牌小菜 然后另外 之前跟各位报告过的燃面 就是这种小面店的系列 在在在这个西藏路的宜宾燃面 在光复南路巷子口巷子里面的天府面装 然后这一次跟大家讲 在南海路 在南门市场附近的四川面王之外 那天我到内湖去访友 又吃了一间很好吃的面 叫做穿浩子 非常好吃 穿浩子 在江南街上 穿老鼠吗 浩子是老鼠 这是北方的 然后重点是这个穿浩子也是一样 就是那种风景游人的小吃店 那就是有非常好吃 非常用心 自己做的手工水饺 手工操手 然后还有很好吃的面条 跟它的调料 我现在发觉四川的女生 这个跟台湾的男生 应该比较来点 所以蛮多四川的女生 会嫁到台湾来 因为四川面子 就是真的第一眼看来 就是白里透红的皮肤 虽然讲话看起来都比较熊 确实就和辣椒一样 都是火辣辣的 但是都是真性情的人 对啊 因为以前我还听说 空军很多的联络 都用四川话 空军都讲四川话 因为在他们以前的幼校在成都 对 第一个在成都 第二个是听说四川话 是挺难破解的一个系统 因为他们都会讲四川话 吵架我们 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就对了 然后这个川号子的几道好吃 包括了这个 红油超熟 包括了夫妻废片 然后这几间店呢 推荐大家一定要吃川丸子汤 大家知道川丸子是什么吗 是松松的肉丸子 不像贡丸一样 但是小小的 对小小的 那吃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口感 堆一处也有 对堆一处也有 川丸子 那但出处是炸过的 炸过的 那他们这种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口感 那搭配着辣汤 辣面来吃的这样子的汤 是一个完整的配套 川号子 对 在江南街上 在江南街上 这个是 那他跟那个李雪那家店 距离不太远 差不多的地方了 但风格不太远 李雪这一定是专业的餐厅了 那还是个面馆 面馆而已 对 川号子 还有呢 还有呢 只剩40秒了 今天就这几间为主 大家肯定要在趁着天气冷 大家要背下来 是啊 川伟儿 除了麻辣锅之外 川菜最好吃 川伟儿 川妹子 川浩子 川浩子是男的意思 这应该是 没错 对 这家川浩子还挺好玩 那江南街也是 一级战区 这个地区 对 住家工办公都有 所以我很喜欢这些 川菜带给我们人生的一种 麻辣跟调味 因为毕竟正常的人生 是平淡踏实的 因为现在两岸这么通 你做四川菜 一定要对方的麻辣的东西 没错 谢谢家昌 谢谢大家 赶快我们要去吃麻辣豆腐 吃十碗